第二个你知道拜登主席演讲是什么 这个中间是话里话外就是一句话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 昨天的危机当中 没把中国人和中国党分开 人家把俄罗斯人和普京分开了 普京不能再干了 但是主席一再的暗示着 邪恶 独裁 独裁 独裁和人民 独裁是什么样 独裁从来不会民主 独裁标志帝国 哇塞 那个奖 都在止习近平 但是他没把中国人和习近平分开 我看到我后脑勺发凉 就是拜登的本人你们研究这个 拜登这个人骨子里边 我跟你说 他你别看跟习近平去勾兑 俩个人那么好 你看到那么多故事 几十个小时 然后呢 然后习近平在党内就不行了 听说习近平是大手指头的手 你看看 你看看拜登对我佩服的无体同意 你们千万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我可以负责百分之百是整的 就是一谈到拜登的时候 习 哎呀 这意思 咱俩啥都干了 他以为他了解了拜登 他以为拜登跟他交心了 但是习近平和共产党最大的错误他忘了 拜登四十几年实际上你看到所有一个对中国没有好过 拜登从来没对中国有好过 你可以看拜登总统所有这四十八年历史 他在整个参议院最牛的人这么多年人没对中国有好过 可怕不 拜登他是个政治家 他是美国人 人家没有必要对你好 没有义务对你好 他和奥巴马执政期间就是在洛杉矶那场见面 庄园见面 那时候的奥巴马是没有任何政治独立决定能力的 所有那天把习给踢出去他就没搞明白 背后决策者是拜登的这七个是亲自参与者 因为有人是当时这个会前会后来 我给你们说过多次 也看过他们很多秘密简报 是他到现在没明白 把你习近平给你 就让你丢人彭内元下着 他就从飞机上裤子踩上裤子摔下来 回去就到了普京那儿去了 严格的始创者始作用者是拜登 最后拜登给他面子你当上总书记了 回去给你 我给你弄利益 战略我给你玩玩 习就自我感觉良好 好都不行了 然后跟普京个人也好 他以为你拜登到我这你是副职人 甚至我可以帮你 然后我就居高临下了 甚至有抱一箭之仇的这种心 都有 但是他不懂的一个国际政治 他不了解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生存的环境 和拜登这个国家生存的环境 他本质是绝对矛盾 真的就是鱼和鹰在对话 而且你把本质没认清 你就给人家又要干 还认为个人感情 个人关系 还能影响这个对照干的这一切 这是政治上的无知 这是too naive